附图为光电效应实验装置示意图 其中新版与验电器用导线连接起来 那两则底座呢都是绝缘的 今天我这边入射光包含了红外线 可见光还有紫外线 没有照光的时候 这个验电器的金属薄片本来是闭合的 那就是大家都不带电嘛 那在光源跟金属板之间 如果我加一个特殊处理的玻璃片 这个玻璃片呢可以让可见光通过 但是会阻绝特定频率的电磁波 就是我今天入射光有三个 红外线可见光跟紫外线 这里放一块玻璃片 那个玻璃片让可见光通过 那紫外线跟红外线谁会通过 我们还不知道 题目等一下要问 好那他说 如果今天光源透过这个玻璃片 去照射新版的时候 验电器是不会张开的 表示不产生光电效应 那如果那个玻璃片把它拿走 就是让三种光 紫外线可见光跟红外线 都照射到这个金属板上的时候 验电器的金属薄片会张开 好这是题目的叙述 那就表示产生了光电效应嘛 好所以ABC就在问啊 我今天产生光电效应的时候 这个电子是跑去哪里 A选项说带负电的光电子 会经由导线跑到这个验电器里面 好那B选项说带正电的光电子 经由导线跑到哪里去 这个电子一定带负电啊 所以B绝对是错的 好不好 好那电子到底去哪里呢 我们这样看 产生光电效应的时候 其实电子是被集出这个金属 它应该是脱离心板 飞到空气中 好所以这个心板呢 会少了一颗电子 因此它就带正电 而这个金属导线把大家接通 只要心板带正电 整体就会一起带正电 所以金属薄片才会张开 好所以这个金属薄片会张开的原因 是因为心板它带了正电 我们要选C选项 接着珠根1就要来判断一下 它说我没有玻璃片挡住的时候 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 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而今天怎么样 今天我把这个玻璃片遮下去之后呢 它让可见光通过 可是却不产生光电效应 可见光都不能让它产生光电效应的 那表示红外线也不能让它产生光电效应 为什么 我们看频率嘛 纸外线的频率最高 再来可见光再来红外线 那光能是跟频率层正比的 所以它们三者能量关系是这样子 今天可见光都不能产生光电效应的 红外线当然更无法产生光电效应 对不对 所以今天产生光电效应的一个光源是哪一个成分 就应该是纸外线 而我这个玻璃片 当然就是会把纸外线挡住啦 所以玻璃片照下去之后 把它遮住之后呢 不产生光电效应 对不对 所以纸外线就没办法穿过它 那一选项也是正确的 真的会产生光电效应的成分呢 是这个纸外线的部分 答案选C注意